打擂台 打擂台 到底打什麼擂台啊 宅宅你在嘀咕什麼啊 莎莎你知不知道 什麼叫打擂台啊 擂台 擂台是誰啊 為什麼要打他啊 隔壁的張哥哥說 他們全班下星期啊 要到電視公司打擂台耶 全班去打擂台 那這個擂台啊 一定是個又壽又壞的人啊 我也這麼想 我好替張哥哥擔心哦 我也是 魔鏡公公 你在笑什麼啊 小傻瓜 連擂台都不知道啊 你笑死人了 那 擂台是什麼 那是一種競賽 從前的人啊 經常在廣場上 打一個台子 大家輪流上台比賽 最後勝利的 就是擂台主 所以現在的人 也稱比賽啊 叫打擂台 哦 原來是這樣 我還以為擂台是一個人呢 對啊 害我們替張哥哥擔心死了 所以啦 我笑你們兩個傻瓜嘛 魔鏡公公 既然從前的人喜歡打擂台 那一定有很多打擂台的故事哦 對 說一個給我們聽好不好 這個 這 魔鏡公公 你是不是說不出來啊 好 我知道了 魔鏡公公 你一定是從前打擂台的時候被人打敗了 有一段傷心的往事 所以不願意說對不對 對對對 一定是擂台打輸了 心愛的女生被人搶走了 唉 我說嘛 難怪我們到現在都還沒有魔鏡婆婆 魔鏡公公 想不到你這麼稀奇呢 魔鏡公公 那個女孩長得怎麼樣啊 這 唉呀呀 你們兩個的想像力也未免太豐富了 想我魔鏡公公怎麼會被打敗呢 我可得過好幾次的擂台主哦 哦 哎呀 算了算了 好漢不提當年勇 繼續說故事吧 上次我們說到了周王朝 周王朝維持了幾百年以後 他手下的諸侯國漸漸不乖了 一個個都想起來爭老大 這種情形啊 就像打擂台一樣 哎呦 魔鏡公公 這又不是真的打擂台 沒意思了 仔仔你別吵了 聽魔鏡公公說下去了 謝謝你啊 莎莎 又幫了我一次啊 好嘛好嘛 趕快再說吧 好業 當時很多諸侯啊 都想做上擂台主的寶座 他們打來打去 大國並吞小國 小國聯合小國和大國對抗 哎呀到處亂糟糟的 這個時期啊 這個時期啊 我們稱為春秋時代 那是誰第一個當上春秋時代的擂台主呢 那個時候啊 有五個比較厲害的國軍 登上擂台主的寶座 他們就是歷史上有名的春秋五霸 第一個霸主是齊環公 他當上擂台主 是因為他有一個最高明的宰相 管仲 管仲 這個管仲有什麼了不起的呢 這個管仲啊 人是很聰明很能幹 但是啊 他能成就偉大的事業啊 主要是因為他有一個好朋友 好朋友 他的好朋友啊 叫暴淑雅 這位暴淑雅 可以說是天下最夠意思的朋友 有什麼好處啊 都先讓給他的朋友管仲 我才不相信 天下哪有這麼好心的人啊 我就沒見過什麼都讓別人的朋友 那是你們女生啦 最小氣巴拉的 暴淑雅一定是個男生對不對 魔鏡公公 嗯 對 你們亂說啦 什麼男生最會讓人 每次吃東西的時候 宰宰才不會讓任何人呢 吃 吃東西不算了 誰說 吃吃吃 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啊 嗯 傻傻傻傻 暴淑雅這個人 不但能把吃的讓給別人 錢也分給朋友 連宰相的位子 也可以讓給朋友 好 好 我還不信咧 你們兩個小傢伙不信啊 好 我們就一起啊 來聽這個故事吧 兩個好朋友 兩個好朋友 大約在兩千年前 周王朝漸漸衰弱下來 各個諸侯國互相打來打去 想爭奪當天下的霸主 在東邊有一個叫齊的諸侯國 也摩拳擦掌想來爭個高下 齊國的國軍有兩個弟弟 一個是公子鳩 一個是公子小白 後來齊國發生戰亂 國軍被人殺死了 該讓誰來當新國軍呢 大臣們想法都不一樣 還是讓公子鳩來當國軍吧 不 還是公子小白比較適合 不不不公子鳩才適合 公子小白更適合 大臣們快吵翻天了 最後他們決定 哪一個人先回來 就由哪一個人當國軍 這時候 在國外的公子鳩 和公子小白 都急著趕回國來 停車 停車 那不是公子鳩的老師管仲嗎 他怎麼來了 報叔雅 他來做什麼呢 我也不知道 大家當心點 他靠近過來了 公子 您上哪去啊 回去辦喪事啊 公子鳩的年紀比您大 有他辦就行了 您何必這麼辛苦 急急急忙忙的趕路呢 觀眾 你快回去嘛 少多管閒事 報叔雅 咱們倆是好朋友 可惜你當了公子小白的老師 我卻當了公子鳩的老師 現在他們倆正在爭王位 我們各為其主 我們可別因此而傷了彼此的感情啊 管仲 你再不走 休怪我對你不客氣 走就走吧 但是我告訴你們 這一趟你們是白來了 公子 咱們也快走吧 以防管仲又回頭來 嗯 傳定下去 速速趕回國去 是 發好了 公子中間了 公子 公子 可惡的管仲 你居然敢按鍵傷人 哈哈哈 報叔雅 王位是我們的了 哈哈哈 原來管仲釣馬走進森林裡後 突然又回過頭來 對準公子小白射了一箭 只聽見小白大叫一聲 口吐鮮血倒在馬車上 在士兵的嚎哭聲中 管仲揮著馬鞭 洋洋得意地離開了 當管仲走遠之後 公子小白居然坐了起來 啊 公子你沒死 就是啊公子 好險 差點就沒命了 公子 您不是中箭了嗎 管仲那一箭 根本就沒有射中我 只射到我一帶的銅鉤上 為了讓管仲 相信我中了箭 我於是 靈機一變 咬破舌頭 假裝吐血而死 老天爺保佑 公子啊 你嚇死我們了 是啊 連我們也被您騙了 就是啊 管仲啊管仲 你做夢也不會想到 我不但沒死 而且還會比你早回國 哈哈哈 幾天之後 公子小白匆匆地回到齊國 這時候 管仲和公子嬌 都還在半路上呢 由於公子小白先回國 大臣們就擁帶他當上國軍 他就是我國歷史上有名的齊環公 公子小白當了國軍之後 打敗了幫助公子舅的魯國 可是齊國依然是亂糟糟的 他實在不知道該怎麼辦 於是就把豹叔雅給找了來 齊禀大王 要把齊國治理好 需要一位有才幹的人來幫助你 難道還有人比你更能幹嗎 有 是誰 他現在在哪裡呢 這個人就是管仲 管仲 哼 他那一箭差點就把我給射死 我正想親手殺死他呢 管仲是公子舅的人 他當然要替公子舅設想 您如果重用他 他也會替您設想的 管仲的才能超過我十倍 您要是能夠將他請來 不但能夠治理好齊國 恐怕其他各國也都會聽您的指揮呢 嗯 好吧 就照你的意思去辦吧 可是 大王 您是擔心別的大臣不服 是啊 怎麼說管仲都是個敵人呢 這個 我有辦法 於是豹叔雅就扶在齊桓公的耳邊 說了幾句悄悄話 幾天之後 齊國的使者到了魯國 並將管仲裝進囚犯坐的車子裡 送回齊國 那就是射殺大王的管仲啊 這回啊 掉進大王的手裡準沒命的 就是啊 年紀輕輕的 可惜啊 可惜啊 管仲坐在囚犯的車子裡 沿途的民眾對他指指點點的 管仲閉著眼睛 心想這一次鐵定是活不了了 停 啊 囚車在車門外停了下來 車門被打開了 管仲緩緩地走了出來 管仲大吃一驚 站在他面前的竟然是齊桓公 更叫他吃驚的是 齊桓公竟然對著他行禮 先生 一路辛苦了 請隨我回宮吧 這 管仲 戴王親自來迎接你了 還不快扣謝代王 謝代王 先生 快起來 齊桓以後 還得靠先生幫忙治理呢 齊桓公親自出城迎接管仲 並請他坐上自己的車子一起進城 管仲 管仲一回到齊國 齊桓公果然不盡那一箭之仇 讓他做了大官 幫助自己治理國家 多謝 自从管仲当了齐国的宰相后 把齐国变得是更强大了 齐桓公也因此成为各诸侯国的盟主 齐桓公当上盟主后 要管的事可多着呢 自己国内的事他要管 别的诸侯国发生纠纷他也要管 有一次燕国的使者来向齐桓公求救 说北边的蛮族来攻打他们 眼看就快要顶不住了 燕国的事我可管不了那么多 大王您一定要管啊 为什么呢 现在周王朝已经没什么力量了 北方的蛮族趁这个机会来攻打燕国 如果您不去帮他们 蛮族很可能会从北方一路攻打下来 到时候他们会越来越强盛 恐怕连咱们齐国也打不过他们 真的会这样吗 是啊 不止这样 等蛮族来了 当了我们的主人 我们就得和他们一样 披散着头发 大块大块的吃羊肉 喝羊奶 住在帐篷里 不行 叫蛮人来当咱们的主人 这还得了 西桓公听了心头一震 于是亲自率领齐国的大军去帮助燕国 这些野蛮人 一听说咱们的大军来了 吓得连忙逃走了 他们虽然跑了 可是我们一走 他们还是会再回来的 那怎么办呢 不如一路追到底 彻底将他们打败 因我才会安全 于是齐桓公继续向北方追去 蛮族的首领逃到了更北边的公主国 去请求救兵 带王 齐国那么强 恐怕咱们 别担心 我早就已经想好对策了 这回齐桓公准死无疑了 哦 带王 有什么好办法 我国北方有个地方叫汉海 又叫做米谷 那里一片沙漠 茫茫无边 如果把齐军引进去 就可以把他们困死在那里 哦 好办法 孤竹国的国君带着百姓到山里去躲了起来 然后派一名士兵去见齐桓公 带王 我是来投降的 你们带王呢 我劝带王投降 他不肯 现在已经逃到沙漠北方去求救兵了 带王 我情愿给您当一名小兵为您效劳 带王 我去查过了 孤竹国的人果然都逃跑了 剩下一座空城 嗯 好 我们继续追 绝不能让他逃掉 齐禀带王 沙漠的路我很熟 只要带王不杀我 我愿意带您去 好 你带路 在孤竹国士兵的引导下 齐军一路浩浩荡荡的向沙漠走了进去 哎 走了半天 奇怪了 怎么走也走不出沙漠 这茫茫无边的黄沙看上去就跟大海一样 哪里是尽头呢 哎呦 这是什么鬼地方啊 哎呦 风沙这么大 哦 我眼睛都睁不开了 是啊 我好渴啊 有没有水啊 我早就听说 北方有个尾湖 是个很危险的地方 哎 大概就是这儿了 我也受不了了 快快 去把那个孤竹国的士兵叫过来 哎 带王不好了 不好了 那个孤竹国的士兵不见了 啊 不见了 这 这 难道说 我们中了敌人的技 啊 中技了 中技了 怎么办 怎么办 士兵们都慌了起来 连齐桓公和管仲 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时候 天色渐渐暗下来了 不一会儿 四周变得黑漆漆的 西北风一个劲儿地吹着 天气突然变得好冷好冷 冻得士兵们个个直发抖了 哎呦 好冷啊 好冷啊 上天火吧 哎 怎么这么大 怎么上火 是啊 好不容易挨到了天亮 管仲查点人马 已经是零散不全了 管仲看着情形真是急得不得了 哎呀 再这样下去 万一孤朱国的军队来突袭 那就完了 哎呀 大家分头去找路了 哪有什么路啊 那就是啊 完了 我们天地会死在这儿了 就是啊 怎么办啊 怎么办呢 就算孤朱国的士兵不来突袭 我们也会渴死在这儿的 哎 这哎 有了 我有办法了 什么办法 我听说马会认路 自己可以找到回去的路 不如我们挑几只老马 让他们在前面走 我们在后面跟 也许可以找到出去的路 马真有这种本事 试试看就知道了 哎哎 你们看 这几匹老马好像真的认得路哎 哎 我们要救了 我们要救了 有救了 观众 你真了不起 救了大家的命 大王 不是我 是这些马 齐桓公走出弥谷后 不久就将孤朱国打败 还将从孤朱国得到的领土 很慷慨地送给了燕国 诸侯们看到齐桓公 千里迢迢救援燕国 打了胜仗又不贪图土地 没有一个不佩服他的 从此 齐桓公的威望也就更高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看 呃 管众 真聪明啊 居然想得出这种好办法 我觉得 齐桓公也不错啊 他原谅了管众 换成是我 我才做不到人 我也是 上次小珍拿了我的橡皮擦 我以为人气了好几天呢 那次你们女生小心眼了 爷 男生还不是一样 魔镜公公 那你最喜欢谁呢 我觉得齐桓公 管仲都很不错 但我最佩服的是暴鼠牙 又是这个暴什么牙的 他只不过是把管仲介绍给齐桓公 有什么了不起啊 就是嘛 你们还记不记得 刚才我和你们谈过 暴鼠牙和管仲是好朋友 他们在年轻的时候一起做生意 暴鼠牙知道管仲家里穷 拿不出钱来 于是他一个人出了两个人的钱 赚钱的时候呢 他又让管仲多分一些 自己少分一些 哇 还不止这样呢 后来他们去当兵了 暴鼠牙总是跟在管仲身边 一旦遇到危险 他就用自己的身体去掩护管仲 他怎么那么傻 这个什么牙的脑筋一定有点问题 是啊 难道他不怕死吗 暴鼠牙不是不怕死 而是他知道啊 自己的朋友管仲是个有才干的人 这样的人啊 应该留下来为国家效力 我的天啊 世界上居然有这么好的人啊 对啊 暴鼠牙为管仲做的事还不止是这些哦 啊 他又为朋友做了什么傻事啊 管仲后来的官做的比暴鼠牙还要大 于是就有人说话了 他们纷纷替暴鼠牙报不行 还说管仲是个不知道感激的人 说他应该把位子让出来给暴鼠牙 后来呢 后来暴鼠牙就辞官了 他想这么一来就不会有人说管仲的闲话了 管仲就可以放手做事了 哇 真令人羡慕哎 如果我也有一个这么好的朋友 他有多好我也觉得 所以啊 莎莎 宰宰啊 你们也要学着去让别人 不要成天吵来吵去的 哎呀我每天啊 听到你们喊不公平 这是我的 哎呦我头都晕了 人家我们是小孩子嘛 小孩子也要学着长大 否则长大以后就是个自私自利的人 人人讨厌那就交不到朋友了 知道吗 知道了 验赫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